第一个就是第一类题目基本上就是基本函数 跟一些那个基本的格式的相关设定能力 那今天的话请各位稍微看一下那个第104题 104题 104题里面的主要就是当然几个比较重要的需求 大概就是要我们做资料的那个 比如说第一个要把资料将学号那个翻移至A栏 那当然原来的学号的那个栏可能不在A栏 那你要把它做翻移的动作 其实翻移的话基本上就减下 减下之后的话呢你在A栏的地方把它贴上 它会出现那个贴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减下的那个内栏 你可以把它直接贴上 那利用那个这边还有一些相关的函数 计算你的年龄 它有提示啦用daddy符加today 这两个函数的话算年龄 那最后显示的格式呢是几岁 也就是说这地方的话 我们要算出当我知道生日 然后这边要显示它是几岁年龄部分 然后呢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这个地方你要自己新的叫修课资料 那这个修课资料的话呢 就是将前面的那个学生基本资料的工作表 OK那工作表其实就是下方的页签 里面的上课期别跟班别两栏放在CD栏 然后把那个学号跟姓名放A B 那主要介绍主要是要做什么效果呢 基本上就是要算出 其实这一题最难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产生一个修课资料 OK那把资料搬过来 然后里面有个开课的 开课的期别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地方 结束日期本来是空的 最难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班级 那我目前知道班级的代号 那代号的话呢 当然这地方呢 开课时间假设这个时间 它的期别是C04 那你可以看到C04是这个班 这个班的总时数呢 是30个小时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要算出哪一天是最后一天 那一般的上课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一个礼拜呢 上三个小时 一个礼拜上三个小时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设这个C04呢 它是30个小时 那也就是说呢 每一周 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是第一周 在9周之后 加起来总共10周 就是它的结束日 那问题啊 你当然这地方不是要你用计算计算 而是要什么 用Excel里面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面包含最重要就是这个Vilk函数 然后呢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 我想这地方应该最难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那其他的话主要是做资料的搬移 然后呢产生一个新的工作标 所以大概请各位先第一个 把这个题目里面要做的 先稍微了解 最后是做绘图啦 把它框线 最后当然你要列印出去 需要把这个表格部分呢 做一个什么呢 它说A1到D120 外框线为次出框线 所以你要画一个框线给它 然后设定呢 B2到B120 这个范围储存格呢 它跟那个什么呢 它指定的这个年龄的栏位 色彩相同 OK那这边的话 当然有相关的这个设定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题目 还有我们需要的档案 那当然档案部分呢 请各位自行下载 把它打开来 那待会我们逐一的来了解 这里如果你熟悉 里面的基本操作的话 其实要做这个 把这个选课的资料 的报表给做出来 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不会利用这些功能的话 你必须要涂法链钢 涂法链钢当然就是很 很浪费时间 而且效率一定是不脏 所以基本上现在的企业 都原则上一定会要求 员工一定要非常熟悉 这些东西 你才可以很快的 把一些结果做出来 那里面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 当然我们按照题目的要求 逐步来看 第一个它说 把学号搬到A栏 OK 第一个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 学号这一个D栏 放在A栏 那要怎么把它移动 理论上的话呢 当然它有一些 这个其他的这个软体 它还可以搬 不过你这边没办法搬 直接按减下 把这一栏 记得 游标放在最上面 出现一个黑色箭头 然后把它整一栏选取之后 再选取A栏 这个时候记得 不是直接贴上 因为贴上的话呢 它有时候会把它盖过去 所以基本上下方有一个什么 如果你刚刚有减下一栏的话 它底下 原则上会出现什么 出现那个 这个 插入减下的储存格 这个选项 那它当然会怎么样 不会把这个姓名这一栏盖上 而会把什么学号放在 这一个那个姓名的前面 这样的话就会多一栏了 OK就把它搬过去 那当然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另外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A栏前面先插入一栏 再把它贴上也可以 比如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 如果你不减下 你先不减下的话 你也可以先插入一栏 再把这个 这个范围的资料放在前面 不过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什么 这个插入减下的储存格 OK第一个我们就搬移了 第二个题目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利用这个两个 Dedif跟today函数呢 计算年龄 那格式最后还需要什么 几岁 后面需要加一个税 那年龄部分这个栏根目前是空的 可是我要算出他的生日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不是说 叫你去用计算机慢慢去算 当然这地方一定是 没办法这样子 一个一个慢慢算 那当然这地方我们会需要呢 利用那个Dedif函数 如果你要这样算年龄 或者是说你要算 两个日期相差的那个 年或月或日的话 你都可以用Dedif 那Dedif的使用方法的话 特别重要 这个Dedif函数 它比较特殊 理论上呢 在这个日期时间函数里面会有 应该会有这个Dedif函数 不过因为这个Dedif函数 它是属于比较旧的 就是其他软体里面的函数 会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它没有把它摆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要使用Dedif的话 当然比较特殊就是不能用插入函数 我们必须要自己打 所以这地方特别重要 等于Dedif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Dedif 前刮壶之后的话 后面你需要给它三个东西 中间用逗点把它分开 第一个是它的生日 前面的日期 逗点 第二个你跟哪一个日期相比较 那我们要跟今天的日期比较 那今天的日期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直接打一个today 小刮壶加上去 那today小刮壶意思就是我要利用那个today这个函数 帮我抓取今天的日期 那逗点 有没有 这个是它的生日 这个是取得今天日期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比什么 如果你是后面一个双引号 中间放一个y 后面记得再放一个双引号 前后双引号的话表示什么 它是一个文字里面放个y 意思就是你要比较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OK也就是说比较之后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税 后面后刮壶记得加一下 打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按enter或者打勾都可以 把它打勾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算出来48岁 那底下当然你可以 向下填满 你可以在那个 雏春格的右下角的这个空点 出现十字的时候呢 黑色十字快点两下 它会自动帮你把底下的 这个 所有年龄全部都帮你算完 OK那当然你就不用一个慢慢算 没有人用计算机在慢慢算 所以第一个 请特别注意要用Date Define数 那第二个呢 它题目要我们做什么呢 做完之后呢 还要出现是几岁 不过目前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里面呢 并没有税 所以如果你要在后面加个税的话 你当然呢你可以几个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在 后面这里加一个串接符号 因为你公式要在串一个税的话 那税是一个文字 所以and税 打一个双引号开头 然后呢你打一个后面打一个税 那记得 双引号前后一定要是一对的 所以有前双引号 也会有后双引号 那利用什么 利用串接符号 这个and把它串接在一起 打勾之后你会发现48岁就显示出来了 向下填满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48岁 有这个税产生 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呢 利用那个几岁的方法把它做串接啦 不过特别注意啦 这种方法是第一种方法 它是直接改变里面的年龄几岁 那方法二的话 我是建议啦 如果大家你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说你这个年龄将来还会做计算的话 这个方法就比较不正确 因为这个方法 它会显示的是一个文字在上面 它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第二个方法是 如果你要做那个刚刚的动作 就是要加税的话 第二个方法是 把这个范围做全部选取 全部选取的话 游标一样放在第二处置 Ctrl-ship向下 或者你直接这样选也可以啦 不过我是建议啊 你就Ctrl-ship向下 它会整个把 从头到尾整个帮你全部选取 选完之后的话呢 请你在这个范围上方按右键 有个储存格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 让你针对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 做一个自定的动作 那自定的话 特别重要 你请注意 里面原来的数字 你就打个零就可以了 那几税的话 你就后面加一个税 零表示它现在 里面的那个数字 那后面加一个税的话呢 就是你将来会在格式里面呢 自动加一个48税 的这个讯息 OK 零的话是原来的资料 税的话呢 就是补在后面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它里面也会加一个税啦 不过 刚刚的方法 跟现在的方法 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你用格式的话 它里面的资料还是48 所以只是后面加上去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未来要做计算的话 建议是用第二种方式啦 OK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们先把那个第一个 就是那个题目里面的 题目里面的这个 应该是第一题先完成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工作完名称叫修课资料 所以我们这个修课资料怎么做 这边第一个 插入一个工作表 在哪里呢 下方 请注意看一下 这个地方 OK 它有个小器官 这个就插入工作表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之后的话呢 请你在新的工作表这上面 这个先取笑一下 点一下 点两 在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之后 名称呢 改为叫修课资料 所以你这边把它改成修课资料 OK 它自动 OK 然后呢 它要哪些资料把它搬过来 第一个就学生基本资料 的工作表的上课 级别跟搬别 还有学号跟姓名 那分别放CD跟AB 所以其实应该学号姓名先放 我觉得比较OK吧 所以呢 学号加姓名这两 所以这两栏你用箭头往下 复制一下 然后切到修课资料 再到A栏的 A1的地方 把它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再到学生基本资料 这个工作表 上课旗别 班别 按右键 复制一下 切到这个修课班别的C1 贴上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 只是搬移 复制一些资料到新的工作表 再来的话呢 就是绘制什么 绘制修课资料里面的那个框线 它说A1到D120 实际上就是整个 所以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到120 OK 当然你也可以慢慢选 就是如果刚刚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主要是比较好选 如果你要用传统方法是 直接这样选 有没有 这样选 这样选也可以 不过这样选有个缺点 就很容易跑过头 然后跑过头之后 你又要再过头 它常常这样一直拉来拉去 我觉得这样没效率 所以什么方法比较快呢 游标放这里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样就选完了 OK这是一个比较 感觉比较专业的一种操作方法 如果你老板看到 你是用这样拉来拉去 他第一个一定会知道 你一定是不熟 但是如果你看到 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哇两下就把事情做完了 他会眼睛可能会 可能瞪大的 大家对你一定会 你这原始毕业的同学 都这么优秀 专业技能都非常的好 OK好 那再来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们把范围旋 完之后的话 增加框线 那框线在哪里呢 记得从那个上方 这边有个框线 框线里面呢 请你找到什么呢 刺出框线 不过它是要整个啦 这边有个刺出框线 当然它只是外框的话 可以从这边 可是它要的是什么呢 它要的是 刺出外框实现 外框线 所以我们直接干脆讲 直接点这边 刺出 这个出外框 它要刺 所以这边没有刺 所以怎么办呢 其他框线 里面的找一下刺出框 刺出框线哪一个 这个是出框线 上面这个就是了 刺出是这个 OK 它不过它没显示出来 先选框线之后 再选外框 所以点一下 这时候的话呢 它就有个外框出现 按个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吃 不过你会发现 这好像有做跟没做差不多 如果你要看到最后结果 请你知道档案里面的什么呢 档案里面有个列印 列印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刺出框线就出来了 OK 从那个 列印的这个地方 它有个预览列印的效果 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 当然未来你还有很多地方 可能要注意 比如说第二页 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但如果你要自己加的话 可能你要在版面设定里面再调 不过这个地方 暂时先 你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先了解一下 OK 刺出框线加了 再来的话呢 它要怎么样 把那个B2到B120 储存个颜色 改成跟年龄一样的色彩 所以我要先知道什么 年龄的色彩 那年龄的色彩什么 点下去 它的底色 我现在不知道它颜色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油漆桶 旁边有个箭头 这个时候呢 它会告诉你说 它的背景颜色 特别的背景颜色 就油漆桶 它会停在这里 表示说呢 它的颜色 是这个颜色 那我们就把B2 这个B2 Ctrl-Ship向下 往下选取 然后一样的方法 在油漆桶里面呢 给它一样的位置的颜色 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 也做一样的 也跟年龄一样的颜色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第三 再来的话 第四 是这一题里面最难的 也就是你要算出什么 结束 开课班别 过来这边 开课期别 比如说C04 它是这个 30个小时 那一周三小时 所以会有10周 10周的话呢 特别之余 那10周 你如果说要算出 这一天是哪一天的话 当然理论上 你不是说把那个右下角打开来 然后慢慢慢慢算 不是要你这样算 而是有没有什么 比较快的方法 那这当然有个几个概念 第一个 查回来30好了 30的话呢 因为我这个已经是第一周了 所以呢 再来就剩下9周 所以你必须把 30除以3 10周嘛 对吧 10周的话呢 然后呢 减掉第一周 变成只有9周 那9周的话呢 一天有7天 不是一个礼拜有7天 所以再乘上7 所以总共的话有63天 那也就是说 把这个日期加上63天 就是我们要的结束日期 可是哦 这边的话呢 你要怎么样可以完成 当然这边可能会牵涉到一个 如何查询C04 它的 这一个 课程时数 那这边的话呢 会用到一个函数 叫做V路函数 你可以在F栏这边测试一下 在减4与参照里面 的最下面一个 这个V路函数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帮你查资料 查什么资料呢 你的开课班别 MalukaValue 你查什么 第二个TableArray 你的资料表 Table就资料表 在哪里呢 在这个开课班别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 那你帮我查一下 查什么呢 查这个 在这个里面有没有找到 有的话呢 请你帮我带回来第几栏 这边的话呢 选取的范围有 这边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所以第三个参数是 你要找这个里面 比如说找到C01 找一定是找第一栏 那你要带回来的是 这个范围里面 第几栏 1 2 3 所以你给这个地方给3 那比对方式的话 直接输入0就好了 0的话是要完全一样的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他就帮你查出来30 OK 但是30还不是我们要的哦 我们后面还要做一些计算 才可以得到结束日期 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稍微 把前面的部分先完成 待会再来看结束日期怎么算 画面先黄套